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文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中领馆打人事件发酵 英国促切中共官员外交豁免权 二十大广西检察官涉黄被查 三楼跳下身亡 赴美留学生经见反转 这个国家超越大陆人数 马斯克体探中国楼市 说导致经济衰退 民主党同僚评击拜登 说愚蠢的边境问题危机四伏 施政报告评分力任最低 刘慧卿说回避表达自由等核心价值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领馆打人事件发酵 英国促切中共官员外交豁免权 英国外交部长乐曼在10月20日说 一旦警方提出指控 英方将要求中共领事馆取消涉案人员的外交豁免权 他说如果中方不执行将面临外交后果 乐曼说 我已经指示我们的大使直接向北京外交部传达一个明确信息 也就是英国对领馆工作人员明显的行为深度关注 让我清楚表明 如果警方确定有理由指控任何官员 我们期望中国领事馆放弃对这些官员的豁免权 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做 那外交后果将随之而来 英国外交大臣黑莱佛利随后转发了乐曼的声明 部长今天上午在议会明确说 如果警方确定有理由指控任何官员 我们预计中国大使将放弃 所有参与中国驻曼切斯特总领馆经人事件的官员的外交豁免权 如果不是这样做将随来外交后果 黑莱佛利没有解释具体后果是什么 外界推测这些中共官员或被驱逐出境 事件发生后 外交大臣黑莱佛利19号说 一名抗议者被拖入中共领事馆并被嘔打 这件事是不可接受 英国警方正进行调查 受害男子说 他被蒙面人拖入领事馆后 被一帮人拳打脚踢 中共方面就声称 示威者冲入了领馆领地 英国18号传照中共临时代办要求作出解释 乐曼说中共大使目前不在英国 根据英国警方声明 在16号下午 大约30到40个港人聚集在中共领事馆外抗议 当时也有英国警官在场巡逻 接近下午4点领事馆内一帮人走出来 开始踢打并撕扯示威者的标语 在混乱中一名年约30岁的港人男子 被拖入总领事馆范围内 并遭到对方好几个人的袭击 英国警方因担心港人安危 进入领事馆内抢人 20大广西检察官涉黄被查 三楼跳下身亡 日前广西桂林杨朔一名检察官 在当地嫖娼那时 被警方围堵后 从三楼跳下身亡 当日正好是习近平参加 20大广西代表团讨论 官方随即全面封杀讯息 网传一份桂林杨朔院公安局内部通告说 在10月17日晚11点28分 杨朔院杨朔镇彩雲之南浴竹店内有人嫖娼 杨朔镇派出所警察进行查处 该派出所副所长带队在竹浴店检查时 发现三楼301号302号房间门反锁 警方对两间房间敲门时 突然一楼的人说一名男子从竹浴店楼上跳下去 于是破门进入 发现该男子从302房间窗台跳下去 并在该房间内查获一名正在着衣服的女子 另外在301房间内一对男女被捕 通告说 随后跳楼的男子被送往杨朔院医院进行抢救 在18日凌晨1点30分 该男子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死者秦某现年49岁 是阳朔院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助理 知情人士透露 该消息从公安内部传出 至于警方为什么会突然去诉黄 和检察官跳楼的细节就不得而知 这名知情人士怀疑可能涉及公检法之间的权力斗争 阳朔院检察院一位检察官说 广西省方面已经得息事件 又说阳朔检察院系统内已发出警告 不可以在单位内随便讨论这件事 更不可以对外说 细节如果领导不说的话 他们更加不知道 目前事件由公安调查 检察院内部还未通报调查结论 事发当日17日 习近平去到他所在的广西代表团 讨论20大报告 为严防丑闻发酵 广西官方严密封锁消息 正试图全面封杀相关消息 赴美留学山经建反转 这个国家超越大陆人数 中美关系对立加上新冠疫情因素 导致中国赴美留学的人数持续下滑 根据统计赴美中国留学山人数 2015年占比超过四成 去年只是剩下两成半 同一时期 印度成为在美留学山的最大来源国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原本是大陆学生出国 接受高等教育的首选 但如今这个地位明显下降 美中对抗势必延组 恐加速两国的学术脱钩 根据日经亚洲报道 美国国务院数据显示 2022年 美国向中国公民发放 5万6千张F1签证 也就是学生签证 与前一年的8万张相比下滑百分之三十 因为中美关系紧张 很多中国留学山反过或前往其他国家求学 一名就读马里兰州大学的23岁中国留学山说 他本来打算留在美国公读心理学 但考虑中美如果发生军事行动 就难以回到家人身边 所以选择在6月翻回故乡重庆 印度赴美人数就超过中国 统计去年10月到今年7月 美方合法约10万张F1签证给印度公民 比前一年上升百分之六十 有部分原因是美国解除封锁后 原先受防疫措施限制的学生陆续赴美 但报道认为中印逆转可能并非暂时现象 截至2015年9月 获发F1签证的中国公民约占全体百分之四十三 但在2021年财政年度已降至百分之二十五 预计2022年财政年度结束时将再降至百分之二十 与此同时印度学生的占比不断提高 该比例在2015年只是百分之十二 现在已升至百分之三十左右 预计2022年财政年度结束时一举超越中国 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2020年研究 在2019至2020学年之间 美国因中国等国际学生人数减少 损失约18亿美元收入 报道警告 如果赴美留学的中国人减少 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很可能会减少 中美脱欧恐将进一步波及学术界 马斯克体探中国楼市 说它导致经济衰退 据彭博社报道 美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 在19日在本公司会议上说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下行正是令到中国经济进入衰退 特斯拉在中国上海设有超级工厂 马斯克是在评估中国市场时作出上述表述的 据中国官媒中新社报道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第三季度的生产速度创历史新高 8月还实现了第100万辆整车下线的里程碑 令它成为特斯拉生产效率最高的超级工厂 特斯拉第三季财报显示 上海超级工厂将仍然是特斯拉主要出口中心 向北美以外的大多数市场供应汽车 马斯克之前就有关台湾问题的表态 曾引起外界广泛争议 他在10月初一个访谈中说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 特斯拉、苹果等大公司都会陷入麻烦 全球经济会遭受巨大损失 所以他建议台湾可以考虑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不少舆认认为 这个是马斯克在向中国政府表忠心 也有人说他是个生意人不懂政治 民主党同僚评击拜登 愚蠢的边境问题危机四伏 今个月较早时 阿里桑那州民主党参与员海利 在与共和党对手马斯特斯辩论时 就边境危机问题对拜登总统和民主党同僚进行尖锐批评 海利的一番言论让整个政治领域的选民反应强烈 在10月6日 双方在关于边境安全问题进行辩论时 海利说民主党人不理解这个问题 而共和党人只是抱怨问题 而不是给出解决问题的任何实质性建议 他们双方只是想将问题政治化 海利说我们的南部边境花了很多时间 我只是想说那里一团租 一场又一场的危机潜伏在我们的边境上 我在边境安全方面一直很坚定 当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犯错时 我会挺身而出 其中就包括总统 当总统决定在边境问题上做出一些愚蠢的事 并会在这个问题上制造更大危机时 我告诉他他错了 阿里桑那州地处美国西南边界 和墨西哥边界长389英里 阿里桑那边境城市在移民问题上 承担极大压力 2022财年 美国执法部门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 逮捕非法移民突破200万人次大关 刷新2021财年创下的记录 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 涌入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和毒品泛滥 构成入侵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危害 在参政之前 海里是美国太空总署工程师 曾搭乘粉浸号太空梭 执行过STS-121、STS-134等航天任务 2020年11月3日击败时任参议员莫萨利 成为阿里桑那州参议员 目前在选区内 民主党人同独立人士给予他B级评价 而共和党人就受予他C级评价 施政报告评分力任最低 刘伟卿说是回避表达自由等核心价值 香港民意研究所2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港人对特首李家超在19号发表的任内 首份施政报告评分是51.1分 数字低于前三任特首上任后发表的首份施政报告 民言在19号下午1点半至9点半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 和透过香港民言意见群组中的香港市民代表组群 成功访问了745名香港居民 其中34%受访者满意报告 31%受访者不满意 满意率正值是3.1% 另外有19%人就说一半半 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出席民言 《年纪焦点评施政报告》时说人才应该要吸引 而不是李家超口中所说的靠抢 他又说近年香港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 是过去一些港人赖以自豪的核心价值 包括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和人身安全受到破坏 现在港人都很紧张表达自由 担心会不会现在说完东西出去就被捕 会不会还压后一年半载都无法结案 他强调吸引人才必先数除市民对表达自由的恐惧 包容不同声音 但施政报告并没有触及这个问题 另外特首李家超在20日参加施政报告联合电台节目当时 听诵何先生致电节目说 香港一向人财仔仔 崇尚自由 人财流失原因是因为苛正猛于虎 而且大家心知肚明 特首亦一定知道只是不敢承认 何先生还言语 香港和大陆迟迟未恢复正常通关 而不少国家已经容许港人无条件入境 相比之下中国最不爱我们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